跟大家報告是12章的就是Continuous Latent Variable 在介紹這個之前我可以跟大家回憶一下 之前在我們在講那個高斯的Gaution Mitchell Model的時候 其實又講到這種Latent Variable Model 但是那時候的Latent Variable它是Discreet的 就是說它是那時候是對應到K-Means的那些Cluster assignment 所以它的Latent Variable其實是Discreet的 那現在今天講的這個Latent Variable Model 基本上它Latent Variable其實是Continuous的 所以說但是它幾乎可以跟之前Discreet的處理方式 還有概念其實都可以一一去對應 大家如果說有空的話也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之前的Discreet的Latent Variable Model 那我們先講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研究這種Continuous Latent Variable 它的Motivation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大家如果學過一些Deep Learning 或怎樣的話 就是說其實在Deep Learning之前就有這種概念 就是所謂的Latent Variable Model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說其實很多Data Set 它看起來它的資料的維度非常高 但是或者像影像就是一種高維度的資料 自然語音也是高維度的資料 但是你看它那麼多的自由度 但其實對人類有意義的影像或是聲音訊號 它其實就是自由度其實沒那麼多 所以說這個概念就是說大部分的Data Set 其實它看起來的表面上的維度其實 雖然很高 但是它的Intrinsic的就是內在的維度其實是沒有那麼高的 而且它有一個假設就是說這些Intrinsic的這些維度 這些Data Point它其實都會緊密的落在一些 所謂的在數學上叫Manifold的概念上面 其實就是一個Low Dimension的流行裡面上面這樣子 而這個流行Manifold它其實基本上也不是一種 就是它其實也是Noise的 它不是很Smooth的 這些Data Point它其實都是落在這個 Noise的Low Dimension Manifold上面 所以說因為它是Noise的嘛 所以說我們要model這個Manifold的話 它基本上你就要用所謂的 就是紀律模型來model它 那很明顯的就是說 所以說這個其實Low Dimension Manifold有點像 我們在學Deep Learning的時候 有遇到一些Embedding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在自然影像的時候 我們就通常會用AliceNet 或是什麼VGGNet去轉一些 用透過影像去轉一些Mirror Network 然後最後我們通常會把它提煉出來 最後在最後的一個Lail一些Embedding Layer 通常譬如說在ImageNet它最後的 因為它有一千個類別需要分類嘛 所以它可能最後的一個Embedding的Lail 它其實Output它就有1024為一個Vector 這Vector可以用來做分類啊 或是做Ecreation其實都可以 那這個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種 就是說一個Preture Model 然後最後拿著Embedding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說我們在影像辨識裡面呢 其實它也最後這種Model也是類似這種ImageNet Model 也是可以去提煉出一些比較Low Dimension的一些Embedding這樣子 那這Embedding概念其實就有點像這個Low Dimension的Manifold概念這樣子 好那 那講具體一點呢 比如說在這個圖形裡面啊 它基本上譬如說它這個 它其實它 大家看這個數字啊 其實它是一個固定的 這個3的手寫數字 但是它的Low Dimension大概是64x64 如果說我們把它放到一個100x100的背景上面呢 那其實雖然說這個 這個Image的它的自由度看起來好像是100x100的維度 但是其實因為它只有一個影像 而且是固定這個影像 所以那它只是這個影像一直在旋轉啊 或者是平移這樣子 所以說老實講它的維度 對人類而言它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它其實只有三個 一個是就是水平跟垂直就兩個嘛 然後一個旋轉就一個 所以它其實只有三個維度的自由度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只有100x100 但是其實上次只有三個 這個人很容易看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教機器看出來 那就要做一些門訊認定的模特兒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可以隨時發問沒問題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在講第12章的話 我們會介紹 透過這個Low Dimension的 這種Manifold Hyphasis 我們就介紹一下PCA 那PCA基本上 基本上這張基本上就是 它會先從 就是不是用機率模型的PCA來介紹 就是說 我不是用Low Dimension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得到一些PCA的公式 那再下來我會用一些 就是它會開始用 就是機率模型去Model這個PCA 那 那大家 等一下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Linear的高式模型 可以去 然後去解它的Masimal likelihood solution 它出來的結果跟這種傳統的PCA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在我們會介紹 Factor Analysis 它其實是這個線性 線性高式模型的一種延伸這樣子 那因為為了Computation的一些效率 所以我們會介紹 它關於這種機率模型的PCA的 EM的Ogrease 那我們 在這種機率的PCA上面 我們還要介紹Bation的PCA 那它主要是用來決定 可以用來自動決定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這個Principle Component會有多少 那 針對非線性的部分 我們會介紹Kernel PCA 還有一些 Independent Component 跟一些 跟一些Auto Encoder的概念這樣子 好 這是這張的ROMAP 那PCA的應用有哪些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蠻熟悉的 譬如說 Dimension Reduction 它希望就有類似就是說 你可以用比較少的Dimension 去取代高維度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夢想 你也可以得到一些 資料壓縮 可以減少儲存或運算量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說 你把這個壓縮過的資料 再去重新重置出來 變成原來Dimension 夢想讓它有點像就是 可以做到還原成原始的資料 但是原始的資料 它是有壓縮過的 所以說它還原過程 它是一個LUCIG Data的一種 Compression這樣子 那 你也可以把PCA的 就是把PCA的這個Low Dimension的 這種維度呢 當作Future來直接來使用 去做分類啊幹嘛的 那那那個還蠻常用的 就是你可以把這些 你把它降維之後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做DataVidget來選 那通常是在二維或三維 去做降維 來得到比較方便的一些DataVidget來選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介紹就是說 就是如果我們不是用機率模型 去做PCA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的概念會怎麼出發 那基本上我假設就是說 假設我們想要 要得到那些Low Dimension的維度 假設它是會是這個 這個U U軸 這個U軸這樣子 那 所以說這些 SN是它的一些 假設任一個DataPoint 那它的在這個 這個軸上的Projection是這個 上面有這個Title的 就是有波浪型的投影點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是說 這些點都 投影到這個軸上面的時候 他們之間的 這些點 點的Variant是最大的 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 我們的概念想說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保留它最大的Information 就是等於是你投影到這個軸之後 如果我去調整這個軸 讓這個軸 使得在上面那Project上面點 它的Variant最大 基本上 某種程度上 我可以去Capture 出這些所有資料點的Variant 這樣子 至少在這個軸上面 所以說我們會 所以說 所以說以這個概念為出發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公式啊 這個公式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這個很簡單 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算Variant就要扣掉平均嘛 那扣掉平均再去頂方 然後再加起來平均嘛 那這個是Variant的基本的 基本的公式 所以說他只是說 他是投影在這個軸上面的Variant而已 所以說假設我現在 做這個事情 大家會發現就是說 透過這個 大家可以找到這個 就是說 你把它展開之後 你算一算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東西啊 其實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 那個 Covariance的Matrix 就你把Data Data 去做 這個處理之後 這個 你會得這中間 這個把它上起來 做處理N 其實就是所謂的 Data Covariance的Matrix 所以說最後 這個Variance Total Variance 在這個 Project到這個軸上的Variance 它可以寫成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就是 它是一個Quadratic Form 就是把Data Covariance 然後 去 去 去加這個Veter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出來值就是投影在這個軸上的Variance 這樣子 那好 那我們的 Objective就是要去 Maximize這個Variance 所以說我們要做一個 最佳化 那最佳化基本上就是用微分 微分 那 所以說 基本上 我們 因為它 我們要 你要做Maximize之前 我們 因為 又要讓它就是說 它這個U 這個Veter 它就有些Constrate 所以說這個 跟我們之前學到 就是Lagrange的這種 Ultimizing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 你要Ultimize的 其實是 這個東西 所以 你要Ultimize 然後你對U去做微分 最後其實你得到的就是一個 I跟Veter的Equation 所以說某種程度上 你要讓它Maximize的Variance 或是Variance是一個極詞的話 你這個U這個Veter 你就要取這個Data Coverage Matrix的I跟Veter 好 那反過再進一步想就說 你當初我是要Maximize 那 那其實你一旦取U 你一旦取U 當作你的所謂的 就是你的 這個Principal component 那個Land 這個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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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所謂的Variance 好 所以說你要Maximize Variance的話 其實你就要取 讓Land 最大的那一根 I跟Veter 這大家應該了解 就是說 因為我要Maximize他嘛 那所以說我要取 我要得到Maximize Variance 其實你就要 你就你就 你就剛好就是取 最大的I跟Veter I跟Veter 對應的那個I跟Veter 當作主軸 那好 那其他的其他的 那個Principal component 要怎麼取呢 那基本上你就 把所有的Data Point 去扣掉 這個U1 就是說你這個第一次取出來主軸的所有的Compone 你把 你把他的 那個分量全部扣掉 然後再把剩下Data Point 重新再做一次 所謂的 剛才我講的那個步驟 去Maximize 那個Variance 那你就會得到第二個I跟Veter 或者是第二個大 再選第二個 就最大的 那時候剩下來最大的那個I跟Veter 那就是第二個主軸 然後以此類推 你就可以把所有 因為你現在是在 第一個Dimension 你要M個軸 M個軸 那所以說你就取前面最大的 M個I跟Veter Veter就好 那In summary 其實你也不用那麼麻煩 其實你就是把 直接把這個Data Point 直接做I跟底 Principal component就好 然後取最大的 取最大的M個Landa 還有他來對應的I跟Veter 你就去完成你的目標了 其實也不用這種 這種D 一個一個慢慢做方式 其實也有點麻煩 直接解S的I跟Veter I跟Veter的I跟Veter就好 好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已經把 所謂的PCA變成一個 reduce到一個 解一個Matrix的一個I跟Veter的問題 那通常這個Cost呢 演算法的Compressor 通常是跟維度的 這個維度 第一次這個維度 維度的三次方是成正比的 那但是如果說你只要 前面M個最大的Icon value 其實其實你有一個叫Powermacer 這個Powermacer基本上可以得到 他的複雜度就是N乘D平方這樣子 他的複雜度 那當然你比較 我們之後把這個PCA做 做機率模型之後 你就可以用EMO 在很多方面是在Compressor 的一些是有優勢的 好那第二種就是說 第二種非機率模型的方式的 所謂的 去導出PCA呢 這個叫Minima Error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他跟之前 大家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他跟剛剛的Variant Messima Error 其實是互補的 那他概念上其實也是這張圖 那只是說他定義的 Altimization的目標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剛才是想要讓投影在這個軸上面的Variant 彼此之間的Variant是最大 那現在我希望說投影到這邊的時候 他的就是說他的Error是最小的 就是說我把我把這個 這個這個點當做這個點的近視嘛 所以他減他的距離基本上就 的平方就是去衡量就是說 這個Error有多少 所以說我針對每個點都這樣做 他平均Error是最少的 那他這個我們希望得到這個 Prince Component是什麼這樣子 所以這個跟剛才是有點互補 但是最後結果其實是一樣的 好那那推導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就去把這公式寫出來 那其實剛才這個 剛才這個 這個Veter 這個Veter 這個Veter就是 原始的剪掉投影的 這個Veter其實Always會垂直於 你當初要找的那個 的Component 所以說基本上 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垂直的那個東西 把它分解成剩下Component的 的一個 線性組合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注意到這個Index 是從N加一開始 並就是說 這是其他的Component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 所以這個Veter 就是 這是這個Veter在其他Component 下面的 這線性的係數 組合的係數 而這個所以說 這樣就會保證 保證這個東西是垂直於 垂直於我要 我要找的投影的那個Component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space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說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帶到 我剛才那個 帶入這個公司 基本上 帶入J這個Distortion Major的話 其實最後 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其實最後 它還是變成類似這種形式 只是這個上 它是 它是不是1到M 它是M加1到D 就是剩下的 就是跟它互補 或是隨直的那些Component 這個Variance 這個 就剛剛 就剛剛我們講過 這個其實是Variance 甚至或者說 這是它其實是一個 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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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的組合 這樣子 所以說 其實你去 minimize 這個Distortion Major 其實最後 你還是得到一個 IconVeter的 equation 只是說 這邊的U 這邊的Veter 其實是剩下的Component 並不是 我們剛一開始 剪的AeroComponent 所以說 其實 所以說 你要minimize 這個 你要minimize 這個Distortion Major 其實 其實你就是 你的IconVeter 你就取最小的 D-M 這邊是D-M的IconVeter 把它加起來 就是你得到 就可以去衡量 這個Bistortion Major 但是你那個 你要投影的Component 還是原來 那個E到M的Component 只是說 它最後算出來 這個 因為你要minimize 所以說 它最後變成是 剩下的那些Component 好 所以說 這只是剛才公司在強調一遍 就是說 基本上 你最後 Ultimize 出來的Distortion Major 基本上就是 N加E到D的 這個比較 後面 後面幾個 IconValue的核 這樣子 那其實也是Variance的核 好像有人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 按錯鍵 因為覺得講得太好 我本來想說 它是不是有那個鼓掌 可以大聲一點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 Speaker講得很好 本來想說 是不是有鼓掌的模型 因為我用Team 都會有鼓掌 我以為那個是 可以秀出鼓掌 不好意思 謝謝 不是有問題 對 了解 大家如果有問題可以去 好 那我問一下一個問題 好 喂 就是 喂喂喂 聽得到嗎 可以可以 就是說 PCA看起來 你剛剛說有兩種Case 的定義上的Case 有一種 我們比較 我 我比較熟悉 對 就是 你原來的維度的資料 你投影到另外一個維度 然後你要 minimize這兩個投影之間的差距 這個還算是蠻直覺的 但是另外一種解釋的方式 看起來是 你投影到那個維度以後 然後那個維度以後 的資料 要跟他的方差是最大值 對 那其實這邊不是很直覺 就是說 為什麼不是方差最小 而是方差最大 有沒有一個比較 直覺性的解釋 因為其實Data的資訊 就是藏在它的Variance 就是你如果說你現在 要用一個資料代表它的資案 那你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群資料 最簡單的就是它的平均值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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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是你要Patchel 這些資料的變化 所以你要Patchel 資料變化 有點就是Patchel 這個資料之間的Variance 如果說你有一種 呃 就是 對 那為什麼不是Variance 最小 或是Variance 最大 Variance 最小 沒有 你Variance 最小 就沒意義啦 就是說 Variance 因為它講的 這個Variance的定義就是說 我投影到這邊的話 我彼此之間的Variance 對 還是要跟原來的差不多 就是原來的資料的Variance 一定是 最大的 那我投影到這個走之後 Variance變小了 其實變小了 但是我像盡量跟原來的一樣 所以它是指 它是指原本資料 跟你投影過後 以後的Variance 是 那為什麼不是 兩個Variance要差不多 因為看起來你的形容 好像是投影過去以後 在這一個維度上面的 因為原始的資料Variance 是固定的嘛 那所以說基本上 只要 你只要Messimize 在這個軸上的Variance 對 那所以其實是Variance 投影過以後的資料 自己在這一軸上的Variance 最大 對啊 剛才這個定義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它投影過後 投影到這個軸上面的Variance 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它是要最大 因為看起來這樣子的解釋 沒有跟原資料的 就是說 也不是像你剛剛解釋一樣 是跟原資料的Variance的 要逼近這樣子 對 這邊其實是我不太了解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 如果說你現在有兩個 也很疑惑這個地方 對啊 所以你現在有兩個點嗎 嗯 這兩個點是 如果說你選一個Variance最大 Variance最小的話 你就選一個軸通過它 它投影的上面的Variance 算是這樣嗎 算是這樣嗎 算是 要怎麼說 呃 Variance 會 一個 好啦 應該說第一 這個Variance 其實基本上 我要怎麼講 不知道誰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 因為我對我來說很直覺 因為Variance 就代表說 這個Data Set的 做的Information的變化程度 如果說 如果說你這個Data Set沒有Variance 就是代表這些Data Set都是同一個點 那你既然Data不同的Data的話 那 呃 我要去投影 我要去把它進去的話 那我希望說這個Data Set可以保持它最大的變化 那個變化 就是用Variance去做 做一個很涼這樣子 嗯 對 因為等於 如果你Variance最小的話 你等於是沒有Capture到這個 其實你屢是鬥回去 你就 因為我跟原來之家是差很多 嗯 哦好 我大概 我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說 其實剛剛那個問題 剛才第一題是說 投影上去的Variance要最大 結果你看 第二個命題 第二個命題是 扣掉它投影下去的 其他要最小 所以它兩個是相對 我覺得它兩個是互相符印 對 從數學上它其實兩個是 互相符印 幾乎是等價的 對 所以就可以解釋它今天的意義 就是說你投影後 你越大的話 就 怎麼講 變異性越大 表示 表示它越 怎麼講 怎麼講 應該是 要保留它的變異性 要保留它的變性 因為它原來變異性就是這樣 那你投影以後 那變性也是要保留 但是越大越 這樣表示它的差異化越大 那可是 除了它投影的剩下部分 它變性呢 是這樣解釋 因為你等於有兩個不同的命題 是這個意思 基本上大家以前有學過就是說 那個variance total variance 等於 什麼 intra group variance 是 所以這個minimize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哪一部分的variance 是屬於intra group的嗎 剛才前面那個是 就是它有跟intra group跟那個什麼 我記得有兩個兩個在這邊選 variance 有兩個在這邊選 variance 對像 ARO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這個很直覺 就是說 我要用這個在這個軸上的點 代表原始的點 那這兩個ARO當然 我們希望越小越好 這個是很直覺的 好 謝謝 但是這兩個formulation 它基本上都是會 所以它就是 reduction到所謂的 data covariance matrix 的i根decomposition 所以它本質上 數學上是等價的 只是 只是它是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出發而已 好 那繼續講的話 那基本上N乘D這個 這個case的就是 就是原始的dimension 等於這個你要reduce的dimension 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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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 等於只是rotation而已 它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就是compression 或是reduction 的概念這樣子 它其實就是 所以你只是在單純的 在解完整的 eigenvalue decomposition 那下面這張圖是把剛才 那個山那張圖 就是那個去做 因為它有100x100的 維度嘛 你去把它做所謂的 就是 左邊張圖是 它有那麼很多 eigenvalue 因為它有100x100 就是1萬圍吧 1萬圍的 1萬圍的 維度 然後它的 eigenvalue把它算出來 那從大到小的話 它的它的爛 就是它的 eigenvalue的大小的趨勢 大概是隨著 那個圍度這樣子 那 右 右邊這個是 Y軸是distortion major 那 m就是說 你要 你去選 你選擇的 要reduction的維度 那 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你的 維度越多的時候 m越大的時候 它的這個 arrow就越小 這個這個也很直覺 就是說你 你越接近原始的維度的話 本來 arrow的reduction就 就越來越小 好 那 那講到剛才講的application 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們要做data compression 的話 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 reconstruction 就是說 這個 我們投影到這個 這個 這個軸上面 這個data point 就是我們要 我們所我們要的所謂的 近似的 近似的data point 就是說 那我們但是我們要是 去透過 我選擇的1到m的這些維度 去做 去做 我得到u之後 我就可以 用這個公式去得到 重建後的 重建後的data point 對 那這個只是個平均值 就是因為我們都 我們基本上 要算pc的話 我們都是要 去扣掉平均值 那你 與contracting就把它加回來 就是 所以說這是投影在這些 最右邊是投影在這些 我們principal component的這些 這些component 那再加上平均值 就可以與contract回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張圖 基本上這個3 基本上在維度越高的話 它越來越接近原來的 原來的3 但是很明顯了 其實這個 這個 當初這個3其實有三個維度 但是這個線性pca 它其實老實講 你就算m等於多少 都不太可能某個m 去對應到那個3 這個rotation 或是shift這個維度 所以雖然它可以很好的recontrol出來 但是這個m 因為這個可能就要用非線性的方式 你才有可能對應到所謂的rotation 或是水平 或是位移 這種維度這樣子 然後用更小的dimension 可以去表示它 那另外一個應用就是 我們透過前面的pca公式 我們可以做所謂的data preprocessing 那大家可以想像就是說 其實呢 這個是最左邊這張圖 是最原始的資料點 那你做 你得到所謂的 二維的 比如說這資料是二維 那你如果把m取成2的話 你會得到兩個軸 就是兩個紅線的軸 那其實基本上 這個概念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這個pca 你這個軸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做一個做不到變換 然後這個做不到變換 你讓這個一點呢 其實老實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當初 當初那個coverage matrix 是不是對角化的 可是你把這個軸 旋轉到這個data point之後 就是把這個 你用新的軸當作新的座標化 在新的座標上面 那個所謂的coverage matrix 它其實就變對角化了 而且對角化那個對角線 就是所謂的item value 所以某種程度上 在新的這個軸上面這些點 它的correlation其實就消失了 好 那如果說我在把這個correlation 我在 因為它對角化這個landa還是不一樣 我在把這個landa做normalize 所以它變成variance都是一樣 就是你可以把它scale到所謂的univariance 所以說 最右邊這張圖呢 基本上就是我把我不但把它的軸 就能到所謂的i跟mata這個軸 而且我又把它的variance normalize成1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所謂的whightening 對 那你通常你做這種data處理 就是可以讓 把correlation消失 然後它資料可以normalize 那這種在 你之後要再 你把這個東西 資料做這種處理之後 在之後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 model 可能它會學得比較好 對 好 那另外一個應用是data visualization 這個我其實大家常常就知道了 就是說 你而且最常做就是把m選成 就是維度選的二維或三維 然後去做projection 然後 就把這些點用二維三維的dimension來表示 那如果說這些點它是有不同屬性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個比較低的維度 很明確的看到不同顏色 看到不同的它的屬性 它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說 在低維度上面這些屬性 大致上是不是可以分離 還是不可以分離 然後甚至你可以透過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visualization來看看說 是不是可以找到比較適合的model 把它做之後的分類啊什麼的 這是我們常見的應用 好那前面講的就是非不是用機率模型 就是用比較傳統的PCA來做的 得到PCA的公式啊 求IgonValue 求IgonValue 那我們現在用比較 就是所謂用所謂的latent model 那總稱我們把它叫做一種 projectistic的PCA 這種機率的PCA這樣子 那什麼叫機率PCA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們剛剛 我們去model這種 所謂的我們可以 asservation point 就是我們這些s 就是所謂的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數據 然後你去對這個東西 你做一個latent model的modeling 做一個完整的機率模型的modeling 深層模型 然後之後PCA其實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PCA其實很自然然就是說 這些機率模型它都有些參數 你會發現有些參數 基本上就是 你透過MASMAR去求這些參數的最佳值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些參數最佳值其實就是 某種程度也對應到我們之前的 IgonValue IgonValue的那些概念 對 好 那我們第一個講的是 就是所謂的linear Gaution的latentValue model 那為什麼叫它叫linearGaution呢 其實大家看右邊那張就是所謂的 幾率的生成模型的圖 就蠻清楚的 通常 稍微如果大家忘記的話可以大家 複習一下 通常這個空心呢 這個力空心代表說 這個資料點 這個變數呢 它基本上觀察不到 它這個是時星的這個點呢 通常代表說我們觀察到的 這種變數這樣子 那這個框框代表說 它是 這是代表一個資料點 某個N的資料點 那這個框框代表說 上面又有個N代表說 所有的資料點都是由這個資料模型 這個生成模型獨立的生成出來的 然後這個μR Sigma W 基本上就是這個生成機率模型的參數 那這個參數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可以S 就是可以觀察到的資料變數 去推這些Sigma μR W這些參數這樣子 對 這是我們的objective 所以說像Linear Gaussian的LatentMaterialModel 基本上 它這個V 我們就要去做Model 所以我們這邊假設是V就是一般的 就是 它的 它是一個 Gaution Distribution 它是 N Dimension的 它不是一般的One Dimension N Dimension就是所謂Latent 因為你就是LatentModel LatentModel 我就假設它是M 這M是固定的 也不是參數 就是固定的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種hyperparameter這樣子 然後它的Variance其實就是1 對 每個LatentModel 它的Variance是Univariance 然後 那在 你把這個LatentModel完之後 你下來就是Condition onLatentModel 你要去Model S 所以你要 然後就把它撐起來 就是完整的 Join Distribution 所以說 所以GivenLatentModel的話 S的Model 它也是 我也假設它是一個高師 但是 但是 它的 這個高師 這個高師分佈的 它的平均值 它是一個 線性組合 就是把 原來的LatentModel 跟這個參數 做W這個參數 做線性組合 再加上一個 Nu的位移 然後它的Variance 是一個Sigma平方 也它也是一個參數 但是 這個V Condition的 Distribution 基本上這個Sigma平方 它是一個 Demo 上面說 Condition onLatentModel S 基本上是 它是固定的Variance 大家都一樣 對 所以說這個W其實是蠻重要的 W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一個低層M的Metrix 因為LatentModel 它是N dimension 所以低層LatentModel 如果說我把這個機率模型 我可以寫成這種右下角 這個深層模型的話 大概可以就是說 S基本上就是W加Mu 加上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高斯的Noise 那其實這個就對應到了 這個Sigma平方I 所以你可以把 你可以當作把左上角這種機率模型 乘起來或是把它當右下角這個 對 來看這樣子 好 那如果用圖示的方式 那這個假設 我覺得這個LatentModel 它是一圍的高斯模型 就是左邊這個 那你Sample出來之後 那W是一個固定的 2乘1的向量 2乘1的向量 它其實就是一個 在 它其實就是在S1 S2上面的一個 一個Vector 那這個Mu你可以把它當作 它是一個固定的Vector 這樣子 那 所以說你Mu加上這個LiW 你Sample出來一個Li 然後乘上這個W 你會對應到 這個方向的一個某個點 這某點因為它 Output它是一個高斯模型 所以說它就是變成一個高斯模型 對 但是為什麼最後你觀察到 它是變成一個斜的高斯模型 本來是一個Condition Variable 它其實是一個圓的高斯模型 但是因為說 因為你每次去取出來Li都不一樣 然後經過W 就這邊它是又有一個很多圈圈 這邊又很多圈圈 這邊很多圈圈 那最後你觀察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斜的 比較扁的 就是Marginal Distribution 這大家可以理解 對 因為這個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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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我們要取得MASMA-likehood的Solution 那比較formal就是說基本上 我們可以從剛才那個機率模型 然後每個Condition我們又都知道 所以我們就可以取得 關於S的 只有S的不包含力 在之前我們叫做Incomplete Incomplete的Data-likehood 這個東西就Incomplete 就是你觀察到資料的Likehood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目標就是optimize這些參數 讓Likehood是最大的 所以說我們剛才Condition 就是在剛才那個資料機率分佈 這個Join的Distribution是PSLead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了解 所以說我要得到這個PS的話 我就把利基掉 利基掉就變這個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帶過來 這個東西帶過來 就這樣子 所以說基本上 然後這個PD就是我剛才講的高 我們就是Univariance的高斯模型 這個我們也知道 所以這兩個都知道 我們就可以做積分 我們覺得到PS PS我就可以去算這個Data-likehood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說 PD跟PS利基本上都是高斯 所以說根據我們之前學到 高斯跟高斯相成的話 基本上還是高斯分佈 所以說其實最後PS 它是等於一個高斯分佈 但是它的平均值跟Bearance 我其實我還不知道 Covariance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去求 那求的話怎麼求 那有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不用直接做積分 就是你直接 因為我們當初這個 因為當初這個生成模型 可以表示成這樣子 從利到S可以表示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直接做 對它做Expectation 經過一些計算 它其實就等於那個 我們要求的參數 那個μ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為什麼 因為你平均值下來的話 其實很多它就會變成0 因為這個 當初這個Expectation 其實它是一個 0min的高斯碼分佈 所以它的min是0 對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說 所以是只剩下μ 然後Coverance 也可以稍微計算一下 基本上就是 最後得到就是 W跟WTransport相成 跟SigmaI這樣 這個公式 但是這個我們 我們還沒有做完 因為我們還沒有去做 Altimization 我們只是說 Support如果說你把W求出來了 你把Sigma平方求出來了 你把μ求出來的話 最後你的PS 我就知道了 他只是這樣講而已 但是我現在還是要做Altimization 才能把W Sigma平方 全部全部導出來 所以這個後面這一頁 才是所謂的 我在Altimization 這個Maximum Light Cruise的過程 所以說你剛才得到 得到這個 怎麼講 得到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你的PS可以用 用μ跟C來表示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你就可以把它展開 然後去做最佳化 去做 你分別去做 然後 然後等於0 去解它 這樣子 這個過程跟以前的做法都一樣 反正這個本書複雜的地方 就是說它所有東西 你都要做Beta做微分 所以它其實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些Beta的微積分的概念 那個就比較麻煩 我覺得它這個本書比較 有時候會比較難的地方是在這邊 所以說你最後取出來的 最佳化的μ其實就是所謂的data mean 所以你把所有data加起來去平均就好了 這個 也蠻直覺的 那 那這個W就比較複雜了 這個我們可以等一下再解釋 它基本上就是幾個matrix去相乘 這樣子 那這個Sigma平方呢 最佳化的Sigma平方 就是有點像我們之前 這個東西不就是我們之前的那個PCA裡面的就是 Arrow嗎 就N加1到D 這個Arrow就是平均的Arrow 就是說 就是說我投影到這個PCA之後 它的平均的Arrow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所以說我剛才講的講到就是說 這個我們求出來的 MessimaLikehood的Sigma平方的話 它的Solution 好像有兩個問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其實我剛才沒有聽得很懂 然後最後再一起請教好了 謝謝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這些MessimaLikehood的Solution的意義 這意義就是 這Sigma平方基本上就是 它是Average Variance of Discard Dimension 那如果大家有剛才那個概念的話 其實它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 MinimaError 對 那 那 這個比較值 W比較值得稍微解釋一下 W就是這個 W這個Matrix 它是低層M 它需要解釋一下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Un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就是 這Un它是一個低層M的Matrix 然後它的Column 因為它低層M的Matrix 它有N個Column 所以這些Column 就是IconVeter 就是S的IconVeter 我們當初DataMatch的IconVeter 然後LN LN其實是IconValue 就是它是一個對角矩陣 那它的 它是N乘M 但是N乘M 它是一個對角矩陣 它的對角線就是 一些M的IconValue 這個R是任意的 任一個正交矩陣 R是功能的Match 或是旋轉矩陣 它是任意的 那這個Solution 其實這個IconVeter 跟IconValue也是任意的M 只要是S的IconValue IconValue 都是滿足這個Solution 那你就會很奇怪 不然呢 我當初我要的其實是Match IconValue 它其實可以被證明 就是說 那個本書也沒講細節 它說可以證明就是說 你要得到最大的Match IconValue的話 你就要取 跟之前的結果一樣 就是你要取最大那幾個M IconValue 你就可以得到最大的Match IconValue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講這個R 這個R是任意的旋轉矩陣 但是旋轉矩陣 意思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看啊 如果說我把這個 這個 這個WML把它帶入到 就是 帶入到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我們是要求 就是 就是 觀察S的 S的這個 它的高四分佈的Coverement Matrix 它其實是那個東西 你把這個帶入到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 你把它一轉制過來 R乘R就變 因為R是旋轉矩陣嘛 所以說 它會滿足這個條件 就R就不見了 所以說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你最後 你觀察到資料的所謂的 這個高四分佈呢 基本上 它跟那個Latence Base這個R 這個旋轉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說這個 你看到的是 你看到都是一樣的 但是雖然 但是後面R其實有很多選擇 但是因為它最後會消掉 所以說你看不出來 有什麼差別這樣子 那這個某種程度上 就有點像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做 Gaution Mr. Model的時候 它有Discreatment 那時候有所謂的Degeneracy Degeneracy就是說 它 這個叫做 它那時候這個 這本書叫做 統計上的不可識別性 這不可識別性就是說 你雖然你得到 看到都是同樣的結果 但是它對應的Latent的 Discreatment可能是不一樣的 或是它可能是 只是說看起來有同樣的結果 因為 像這邊的R 就是它對應到Latence Base的旋轉 Latence Base 不管怎樣旋轉 它出來的史錄選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在一般來講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其實 但是如果說你當初 你去賦予這些力的 不同的維度的意義的話 其實就可能會有些問題這樣子 那這個是 這次某種程度上是 高四模型的一個 一個限制 那你要解決這種 就所謂統計上的不可識別性 你就要 你就要去採用 非高四模型 Latence Base模型 這樣子 好這個 等一下也會稍微再提到 所以這R 所以這R 選擇其實可以是隨便的 只要它是一個 正交局 就是旋轉矩陣就可以了 所以通常 其實最簡單就是把它 取成 單位矩陣 I這樣子 好 那通常這個是 通常你選I就是最 common的solution 最common的choice 就是說我要 背上這個公司去導到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 W什麼都 都得到的話 基本上我就選R等於I就是了 那這個 這個東西只是說 當N等於D的時候 就是說其實就是真的是location而已 你會發現這個C最後 它就等於S 這個 這個就是沒有所謂的dimension reduction 基本上就是 做 把這個資料換到一個新的 一個itemator的軸而已 對 好這W的解釋 那這個就我剛才提到 就是說如果我們跟過去 我們學到的所謂的高斯的 Mission model來比的話 大家還記得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哪一位那個朋友之前講過 就是說 GNN都要誰講的 我也忘記了 就是說GNN之前 它其實 它是沒有close form的 的solution 像我們之前在講的 它是這個Messima like who solution 它是有close form的solution 雖然倒起來可能很麻煩 但它最後是有close form的solution 但之前Discrete的 那個Gaussian Mishima 它其實是沒有close form的solution 它只能 因為它裡面 我記得在Messima like who 它裡面 Messima like who裡面 它其實上裡面有log log後面會有接 裡面會有上 所以它就不能把log apply到一個一個 apply進去 可是你看這個 這個log很棒 它完全 完全 完全 中間沒有加一個 再多一個上 因為之前 LaterMessima 這邊會有 K個Dimension的 cluster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 所以它是可以有close form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之前只能用EAN Augrisen來解 Gaussian Mishima 那現在它有close form solution 但是它跟Gaussian Mishima Model一樣 就我剛才我講 我提到的所謂的統計上的所謂可識別性問題 就是說 你出來是一個單一的Mishima like who solution 但是 它其實對應了很多的 對應了很多的 就是它其實 就是不是唯一 那個LaterModel 那個不是唯一 這樣子 但是他們都有同樣的 他們都有同樣的 Mishima like who solution 這樣子 好 那講到現在就是說 既然我這種 用Linear Gaussian Model 做 它有close form solution 那我 那 那 Solution其實最後也是回歸到 所謂的 那個剛才解 就是解IgonMetal就好了 就它Solution其實都跟所謂的非機率模型 的解法一樣 就是解Data matrix Data cross matrix 的IgonMetal 那IgonValue 那我這種機率模型去Model 你它有什麼好處 看起來沒有好處 但是其實第一個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主要是EN 就是說 我們在採用機率模型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EN來做 在求解 那EN 之前大家知道 就是EN在所謂的 高維度資料的話 就是它Dimension很大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計算上的優勢的 計算上優勢就是說 它計算量就不會那麼高 那第二個是說 像我們等一下會知道 所謂Factor Analysis 它某種程度上 它是沒有close form solution 所以沒有close form solution怎麼辦 那是只能用EN來解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有missing data的時候 EN也可以幫忙 來幫忙這樣子 反正就是說 雖然linear勾選有 所謂的close form solution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 非線性模型 或是 或是其他 稍微複雜一點的 這種PCM模型 它基本上就沒有所謂的 close form 它就要用EN 所以 而 而EN也就是apply在所謂的 你要先把它 先把它 先把它model成機率模型 你才能用EN 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講就是說 我怎麼去 用EM 去針對所謂的 剛才那個 linear勾選 去做求 這些參數的職能 不好意思 我可以請教你 剛才那個上頁的 那個結論嗎 你說 你說如果是 Longlinear的話 它是 它是 沒有辦法 close form 所以 就是說 呃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 再提到一個叫 Fatal energy 它是 只是Lineadotion的一些 變形而已 變形 對 這個東西 它這個 它這個 只是 把這個 呃 就是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這個東西 因為 這個改成 它還是對角化矩陣 只是說它的Variance 它基本上每個是不一樣的 不一定一樣 你只要在這邊變動一下 它就沒有 close form 你剛才好像有講一下 你說那個 Linear的 Gaussian的那個 它是一個 close form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我們 因為要用close form 才可以用 EM這樣的方 才可以用 沒有沒有 有close form 就直接用close form 那 那 EM可以用在有close form 跟沒close form 它只要是有 它只要是Laten model 就可以都可以用EM 不管它有沒有close form OK 可是 就是機率型的那個PCA 它一定要是close form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說 如果你的機率型的是Linear Gaussian Linear Gaussian 就是它有一些假設嘛 就是說它的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是 就是這個 你知道這個叫Linear Gaussian 就是說它的 它的Laten variable distribution 是這個東西嘛 然後它的Conditional 它是這個東西嘛 是 你只有這個假設你才有close form 就是說 它的主要是 第一個它的Variance 是一個 都一樣 對S的每個維度都一樣 嗯哼 它是Sigma平方這個東西 OK 對 那你只有這個東西 是Sigma平方 你才會有所謂的close form solution 或是說你力 力也要是一個 高斯 簡單的高斯 才會有close form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剛才有說 如果 只有這個情況 它才是close form 其他的東西 其他Linear 其實都不是close form 對 如果要用的話 它就 就算是Linear 就算是中 我只是稍微改這個東西的話 它其實還是Linear 但是它就不是close form 所以如果不是close form 就一定要用EM的那種 Agri才可以做 對 它沒有close form 那你還是要去 去取得那些 得到那些參數的 Messma like rules 所以說 EAN就是來應付這個東西的 OK 所以回應到你剛才上一頁的結論的話 那你這頁主要是在解釋說 解釋說 我們剛才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Linear Gaussian Model 它出來的結論其實本質上還是求 S本身的這個 IconValue跟IconValue 是 那我跟一開頭講的所謂的 非紀律模型的PCA 的Formulation 結論是一樣的 對 那你說紀律模型的Model有什麼好處 因為都是要解S的IconValue跟IconValue 是 是 那 那 第二條就是說 那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做紀律模型的原因 就是 就是說在一些狀況之下 它是沒有 cost form solution 那 紀律模型就可以 就可以套用 EM 去得到這些 這些參數的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稍微 帶大家 稍微複習一下 就是EM的Ogreason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目標 其實是要 這個 我剛才講的那些參數 就是把它 當上成所謂的SIDAR 那我們要 我們要 去求的這個 就是這個 LNPS SIDAR 的 我們 Objective 但是我們 我們會去 Model它的紀律模型 然後多一些LATER Variable 那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它有好處就是說 你引入這些LATER Variable 它就可以套用下面 EMOgreason 去逐步求得 這個SIDAR的 參數值 就是說 你看起來好像是在 Massimize 別的東西 但是最後去Massimize 你得到的結果是 Massimize 你要的東西 這樣子 好 EMOgreason的概念 是這樣子 好 通常EMOgreason 通常我就宣 Initial 對SIDAR這個參數 做Initialize 那所謂的E-State 基本上 就是說 它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 這個S到LATER 這種 Posturial 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要解析的 這個EMOgre 才會有用 所以你會去求這個東西 就是S 就LATER 在舊的參數之下 Posturial distribution 好 那中間你會去算這個東西 就是說 所謂的 就是你這個把它當做一個利的機率分佈 然後你透過 然後你去針對這個Complete的這個DataLag 做平均值 等於是說 你取得這個東西的平均值 這個平均值 平均的Discretion 是Posturial 所以這樣其實就是把利記掉了 那這個利基本上如果說它是Discret的話 如果它是Continuous 它就是一個積分 所以你這邊其實 因為利其實你完全沒有辦法觀察到 所以說 你就是把它擠掉 用Posturial把它擠掉 因為 因為你沒有利的詞 所以你也沒辦法帶入什麼 你就是把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利的Posturial 我們對利的相關資訊其實就是利的Posturial 所以我就可以把 透過這個方式把 把它當作一個機率分佈去針對 Complete Logalike去把它擠掉這樣子 那選這個也是因為就是說 這個東西通常我們要假設說 它是可以分離的 是簡單的 簡單就是說 它可能是Potential的Family 或者是它是 它是 它是比較容易可以Trackable 它們叫Trackable 就是可以計算的 你有這個東西 你才能把這個東西 有一個解 有一個公式去計算 因為你最後你要在N-State的話 你是要去Massimize它的 對 所以說EM模型基本上就是 你Massimize 你在過程中 Massimize的Objective 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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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te Logalikehood的 expectation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新的SIDA 這新的如果說沒有還沒有收斂的話 你就 又回到第二步 你就把它 再 再去求一次 用新的 用 新的參數再去 把它當做舊參數去 去算Potential這樣子 這S我們都是可以觀察到的值 利是沒辦法觀察到的值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所以我們這邊帶入的值就是我們 我們拆的SIDA 跟我們已知的X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E&Augris的一個大致的 回顧了 那如果套用在現在的 我們要去求PCA的 就是Massimize Logalikehood solution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 就是原封不動的把這公司帶到裡面去 其實 其實 就是這樣 只是說計算它真的還蠻複雜 蠻複雜的 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第一步基本上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我們 我們要 基本上我們E&Augris的目標 是這個東西的 expectation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帶進去 就得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 我們本來就知道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當PC Linear Gaussian PCA 它就是一個高斯 高斯模型 它這也是一個高斯模型 所以說其實它是可以算出來了 但是 就是看起來好像可以算出來 但是其實它就是 你要去做Iteration 才能 你才能把大致複雜 拿到這樣子 好 所以說你 那你有這個東西 你在用貝葉式定領 你就可以得到Posterior的Distribution 那這Posterior也是一個高斯分布 但是它比較複雜 就是說 所以這個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 它比較複雜一點 那意思是說這個東西是有解析的 可以就是針對這個模型 它是有解析 就是看起來有一個解析的形式 公司可以去帶的 然後你再去 你再去針對 你把這 就是完整的Complete LogoLine 去針對這個機率 機率分布去做平均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右邊的這一大串公式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就是中間你要一直去算的這樣子 就是利益的平均值跟 利益的coference coference的平均值 好 這個公司我覺得都很複雜 那大家都 大家如果細節去推導的話 可以看書本 那最後你在nstate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新的參數 跟sigma性格參數 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公式 但是好歹 雖然推導起來很複雜 看起來很複雜 但好歹我們透過 E&Augris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procedure 可以去讓我們去做 Iterative的去 把這個MessimaLagv 導出來這樣子 好 那 稍微提 應該是稍微講完的 E&Augris 去求解這些MessimaLagv 的Solution 那我們 我們就稍微來比較 就是說 跟我們 你針對 做一般的PCA的Icon Decomposition 跟E&Augris 比起來它的 各自有各自的好處跟優勢 那第一個我之前提過就是說 它第一個最大的就是 所謂的 在針對高維度資料的話 它的一些computation cost 它其實E&M是比較好的 但是高維度才好 那你低維度其實 搞不好只是 你就直接用Icon Decomposition 就好 那它比較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說Icon Decomposition的話 它基本上你大概要用第三方的 就是維度的三次方的Icon 就要 就要先花這個 這個東西做Icon Value Decomposition 然後你要去算那個 covariance matrix 你要額外的ND平方的 ND平方的複雜度 那E&Augrisen它基本上 最Demanding的部分大概是NDN 那你說它這邊差在哪裡呢 那NDN 那它可能就只有說 當你的Data的維度很高的時候 就是Dimension通常你選的 我們在這種Dimension 我們通常選比較小 所以說一般來講 這個的確是成立 就是說 把維度資料裡面 你選的Embedded Dimension 如果遠小於D的話 基本上這個複雜度 是會 小於它的這個複雜度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Online Learning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在現在Dip Learning 這個Online Learning也蠻重要 就是說 它因為你Augrisen 它是一種Iterative 現在如果說我現在是一個 一個Machine Learning系統 那我要去認這些參數啊 那你如果傳統的PCA的話 你每次新的資料進來 你要再重算整個重算一遍 這個所有的Augrisen 和Mbatter 三球解嘛 那可是 EAN就不用喔 EAN我就要update就好了 我就把新的資料 然後去update一下 現在的參數 我就得到新的參數啦 所以說 這個對Online Learning 是非常好處 這個資料也可以把它丟掉 像你如果做傳統PCA的話 這資料都要留著 因為你的之後 新的資料進來 你要重新再把所有資料 再把所有資料 重新算一遍 才能算出所有的Augrisen 但是我把Online Learning的 像EAN Augrisen 我只要update完新的參數 我就可以把資料丟掉 下次有新的資料來 我再update一次就好 所以他在這種線上的這種 即時學習 他其實是蠻佔優勢的 那EAN Augrisen 之前張傑有講說就是說 在一些某些條件之下 如果你的資料裡面有 missing data 然後再假設這個 missing data 他的missing的機制 他是random的話 基本上EAN Augrisen 是有辦法去處理他的 好 那我們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EAN Augrisen 表現在PCA上面 他有什麼比較圖像式的直覺的想法 那基本上 就是說 像Eastate 基本上就有點像是就是說 我們我們隨便先 像我們B 他B這張圖 我就紅線就代表那個軸 我先隨便選一個紅色的軸 就有點像我在選那個參數一樣 注實化參數一樣 所以Eastate 就是相當於說 我接點的 projector到這個 隨便選的這個軸上面 projector 然後 Eastate 就是說 我把這個力固定 力固定就是說 你看這些點 他其實還是有動 但所謂力固定就是說 這些點 投影的點 相對於這條線的位置 他其實是沒有變的 狀況之下 我去調整這個紅色的軸 update這個參數 等於我們加Eastate 我們去update參數 所以這紅的軸相 就不一樣了 但是那時候是保持力固定的 力固定就是說 這些投影的點在力的相對位置 其實 在這個軸上面相對位置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說Eastate Eastate 你大概可以這樣看 Eastate就是對應到投影的過程 Eastate的話 就是調整這些軸的參數 給他對這樣子 講完剛才一個就是linear Gaussian的 不好意思 可以請教一下上頁嗎 上頁的話是不是說 如果說是到Vastate走 他是Eastate 然後到C的時候 他其實那個位置相對不變 可是他調了那個 他的那個投影的那個軸 對這個這個 到了D 他又讓他能夠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投影的垂直 是這個意思嗎 對對對 到D的話又做一次投影 對對對 okok 所以你調整了這個紅色的軸 就相當於在調整那個參數 那調整參數完 你就要再做一次Eastate Eastate就是再投影一次 okok 旧的資料點再投影一次 謝謝謝謝 好呢 那前面講到就是說 機率PCA 機率模型PCA 那時候我們那些參數 基本上都是unknown的parameter 它並不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大家之前有學到就是說 如果我把這些unknown的parameter 再把它變成random variable 那某種程度上 你就是要去求用悲權的方式 去求這些random variable的distribution 就是所謂的pastidium distribution 那這是一種我們之前 好處是說你可以 你可以求這些參數的 我們當初視為參數這些 因為你把它當作random variable 你就可以求到它的 你可以知道它的不確定性之類的 但是這邊的bastion PCA 它的objective並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先回顧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當然就是說那個m 當初是一個hyperparameter 就是說你要去 事先指定的 那通常我們在做data visualization 通常m就選2或3 因為高維度我們也看不到 我們只選2或3 2是最常見的 那什麼是 那我們當然又希望說 是不是有個最好的m 最好的可以幹嘛 就是說 其實我看你objective 如果說 是不是有一個m 我可以選選到這個m 這個m它可以keep到相當不錯的variance 那你超過這個m 它的編輯效應就沒那麼好 就是它的error 就減低的就沒那麼多了 那再選更高m 再大也沒什麼意義 通常我們想法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透過之前 大家還記得一張圖嗎 記得 非常前面 這個 這張圖就是 這個distortion major 跟這個m的圖 我是不是有可能畫這張圖 那我是不是這邊可以 選一個m m等於150好了 讓它是我要的 那最好這邊 其實我希望的圖 最好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可能是說它有一個 這樣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選這個東西 如果它有一個很sharp的 減少的話 我覺得m就選這個就好 那通常是 但是其實通常 不會如你所願 就是說其實它是還蠻smooth的 所以通常你選 你 你從人眼看或是從 算法去看 或是從電腦程式去寫 其實你都通常選不到一個好的m 所以說這個bation pca 不好意思 bation pca 這個bation pca 基本上就是 在 用來處理這個事 就是說用bation 你可以選到一個相對而言 比較好的m 這樣子 那 回顧一下 有所謂的bation 的model selection bation pca 就是說 這個概念有點像這樣 就是說 假設這個model 我們什麼model都可以 我可以把它 用SIDA做參數化 那 在這個model之下 這個pd就是所謂的data 就是data 那個戶 那通常我們把這個叫做 這個model的evidence 這個是稍微複習前面 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model evidence 這個evidence 越大的話 基本上這個model就越好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evidence的 誰最大 就用取他做 我們比較適合的model的選擇 那因為這個model是 是用SIDA來做painerization 所以說 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就是SIDA的prior 就是一個你選擇的一些 事前的機率分佈 那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data like who 好 那反正就是說 如果說假設 我這個就是假設了 就是說你有不同的model 那他有不同的參數 那我透過這個公式把參數SIDA基調的話 得到最大值 也許我就可以 也許我就選他當作我們比較適合的model 那像PCA的話 你這個SIDA 這個SIDA 它是低層m 那這個m 這個m基本上你可以選不同m 然後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我可以如果選不同m 那我就 然後我去算這個積分 那我選到某個m 它是最大的 它是不是就是比較好的model 是不是可以 那這樣就是相對而言 我可以選到比較好的dimension 這是一種概念 一個random variable的舉證 然後我假設他有一個hyperpraner alpha 可以去model它的prior這樣子 好 聽起來就是還複雜的 所以說 但是這個老實講 所以說 因為這計算起來真的很複雜 所以說 他在數上他提到說 他用一個客數的計算 這個evidence approximation 這個evidence approximation 我就說 假設說這個data point的數量很多 然後這個posterior distribution 我假設 它是一個有個pick值的東西 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我這時候也許我在這邊 我就可以用一些 因為它是一個很像高時的東西 所以在接近這邊的點 我就可以用高時分布來 possamation 他概念上有點像這樣子 那 所以說他選的prior就是一個 獨立的高時分布 and的高時分布 好 那再下來 其實我沒有細舊 但是基本上 他argument是這樣的 就是說 這個alpha還是hyperpraner 你在最佳化 其實你最後你去最佳化這個alpha 然後在最佳化的這個alpha 它是因為一種 iterative procedure 最佳化的alpha 那你會發現有些alpha i 它基本上它會變無限大 那其實你要讓這個是bomb的話 基本上你這個w就要很小 那如果說 所以說那有些alpha i 你阿提米過程 它是一個有限值 有些是一個無限值 那所以說 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應的 就是說有限值的話 才是重要的component 那些 有alpha i 把它追聞到無窮大的話 那些東西就是 可以丟掉的東西 概念上是這樣子 細節我沒有看那麼仔細 但是概念上就是這樣子 好 那用這樣圖是比較直覺 就是說這個是有300個資料點 然後我選了它有10個dimension 但是它是用 10個dimension 它是7個 它是用一個 7個它是用一個variance standard deviation是1.0的 另外是0.5的 三個是0.5的 好 那如果說 我選m.3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 也不是m.3 意思就是 我意思就是說 你針對如果你用傳統PCA 因為10個dimension 去做 去做所謂 eigenvalue eigenvalue decomposition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eigenvalue eigenvalue 這個是 eigenvalue 的 的 的 這個 10乘10 你就給我 這是 eigenvalue 所有的component 的matrix 那只是說 它的值 如果是 如果它這個正方形比較大的話 就是它的值比較大 那黑白基本上就是它的正負 正負號 這是 eigenvalue 十條 eigenvalue 的 技術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用bation PCA的話 這三個很容易就被highlight出來 當初原始資料其實就是 這三個 有三個軸上面的 它的 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variance是比較大的 所以說 這個實驗就是說 我當初的確是三個 variance比較大 七個variance比較小 然後如果說你用標準的PCA 左邊標準的PCA 其實他們彼此的差距沒有很大 但是你用右邊的 bation PCA的話 他們這三條 走 會被突顯出來 你就很容易找到 那個 這個最佳的M 它的point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圖叫做 Hinton diagram 那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也能了解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用bation PCA就可以很容易highlight那三條走 這樣子 那左邊你用 你可能 你就 在bass上不同的quiteria 就是說 欸這 這三個看起來 人看起來看起來比較大 但你要程式 你要怎麼設一個適當的水位修後 把這三個接出來 很難啊 你也不知道 這可能不同的DRC 有不同的水位修後啊 那 但這個就是很明確的 你就 因為其他都非常接近零 就是這三個 這很凸顯的 好 他的pationPCA在 pation的做法 在PCA 他的 application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我這邊在講的那種PCA 叫做factor analysis 那這個factor大概只有一頁啦 那他跟00的勾選他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說 0.0的勾選基本上 他的他的力道S的話 他這邊 這個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 固定的 就每個S 每個S都是一個固定的variance 那這個的話 這個factor呢 基本上他是一個對角化舉證沒有錯 但是他每個 對角化每個variance 其實不一定是一樣的 那你一旦 增加這個自由度呢 你基本上你這個就沒有解析節 沒什麼賴過去沒有解析節 那如果你要解讀他的意義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 就是說 這個factor analysis 他在有一些特殊的數據叫uniqueness跟factor loading 就是我們當初這個factor上面不同的variance呢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代表他是一個獨立的independent的variance 就是S的獨立的independent的variance 那當初原始的這個W呢 就是所謂的factor loading 但是這是他的術語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當初的 我之前不是提過就是說 基本上他的彼此之間的 維度他沒有correlation D到S也沒有correlation 那現在correlation又把它分成兩個 一個是原本的W帶來的 另外那是independentvariance帶來的 所以這兩個都會最主要最後的 就是你觀察到S資料的 correlation產生影響 所以說你最後觀察到的其實 資料的correlation 除了W之外還有這個fine 大fine這樣子 那這個factor analysis在 看數上講說以前其實還蠻紅的 對就是以前還蠻 很多人去用這個去model一些東西 所以說你只要你相信你的latent model 它裡面它每個latent factor 它有獨立的variance 你也許就可以用這個model 去model領發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可以用EMOccion 去推這些W跟這個大fine這樣子 好這是factor analysis 好那fine我們稍微講一下就好 那再來現在我們講所謂的kernel PCA 好那這個kernel大家之前 之前一些朋友也在之前 就是在講kernel master的時候有提到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這kernel PCA的概念 就是說因為我們剛才講的其實就是說 linear Gaussian 好那你要用linear Gaussian 那你出來你觀察一下資料看起來還是高斯分布 你用linear Gaussian這個model 或是用傳統PCA 他們結果是一樣 才比較適用嘛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那個low dimension的那個manifor 如果當初的那個low dimension是蠻線性的 就是在一條線上面 或在幾個軸上面的組合 也許我們就可以用 剛才提過的linear Gaussian 來去做PCA 做dimension reduction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現在資料 它是一個彎曲的 就像這個資料點 它其實它是 很明顯的 它是它有low dimension的 embedding 或manifor 它就是這條線啊 只是它是矩線啊 不是直線啊 那你如果說你用0.0.0PCA 或是 來做的話 其實效果是很差的 就是說你 你永遠沒辦法去model 你用NAP 你永遠沒辦法去model這條曲線 因為當作PCA就是線性的 平時也不能 甚至一個曲線不出來這樣子 所以說 那所以它是非線性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可以用一些 用kernomesser kernomesser 是一個非線性轉換 把這些資料點把mapping到一個高維度 然後在這個高維度上面 這個原來這個 這條曲線 它被拉成一條直線 那是不是 哎 那它是要直線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我們所要的 我們就大概就 這個 我在這個 新的座標軸上面 就是在這個高維度裡面 去做所謂的一般的linearPCA 因為我已經在這個 這個高維度把它拉成直線了 所以說linearPCA 它就蠻符合我們的假設 我就可以做 在這個高維度做PCA 取得 做IconValue IconValue 這樣子 所以它概念上 kernomPCA就是處理 當你的資料 不是 看起來那個 不是很線性的時候 你就要用kernomPCA 好 那我們之前的kernomPCA 基本上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個 概念上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AUGREGEN 我們得到AUGREGEN 然後最後得到一個公司 如果裡面有這個 這個兩個Vector DataVector的 內基 那我把這個內基 把它變成一個kernom function 這kernom function通常是非線性的 它就是變成兩個非線性轉換的 把原來DataVector經過非線性轉換 再去做內基 然後我把這個叫做kernom function 其實通常我們不會定義5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會定義 我們通常是定義這個東西 而不是定義這個東西 所以所有的kernom trick 基本上就是說 我把這個AUGREGEN 我希望說在這個新的 高維度的空間裡面 非線性的高維度空間裡面 我可以把所有的AUGREGEN 通常用這個表示 因為我們當初去指定 也是指定這個東西而已 我們其實不是指定這個5 我們是指定這個k 所以說 所以最後的公司一定要用 我們希望可以用k來表示 我們就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所以說現在 那我們等一下的討論 基本上我就先假設一個東西 就是說 原來的這個s 在原來s的space Data space裡面 它基本上 它的平均值是0 因為其實我們原來在做PCA的話 我們都要把這些資料鏈 全部扣掉它的平均值 那我先假設說 這些平均值 我已經把它扣掉了 就已經SHIP了過了 然後而且我也假設 我projector的feature space 這種 飛行轉換之後 它的平均值也是0 那等於在後面我會處理說 當 當所謂的feature space 它平均值不是0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處理 那其實就是不同的公司而已 概念上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就要推倒這些PCA 那其實我們objective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才從那樣圖知道 其實我們objective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新的feature space上面 還是可以做一般的Linning的PCA 所以說 Linning的PCA就是所謂 在我們在新的feature space上面 直接做 eigenvalue decomposition 你就要在新的feature上面 做 eigenvalue decomposition 你就要在新的feature 上面的做標示裡面 去求先得到這個C 這個C就是所謂的 data covariance的matrix 那在新的做標示器 它的表示方法是這樣子 這公司跟之前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已經被 S已經被轉換過了 然後 所以我們objective就是 看起來好像是要得到這個 在這個新的feature上面 eigenvalue跟 eigenvalue 就是我們在這個 high dimension去做 eigenvalue decomposition 好 那細節我覺得 講起來好像還蠻複雜 但是大家仔細看一下 其實我就 這邊我就不細講 大家可以看我 投影片或是書上 那基本上 最後 你會得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K就是所謂的 就是我們的kernal function 因為它這樣 它每個資料點去做 做的話 它其實可以構成一個 nxn的data matrix 就是你把每個資料點 n個資料點 就像有1萬個資料點 所以這個 這個矩陣是很大的 這個大k這個矩陣 基本上就是 nxn就是1萬x1萬的 的matrix 因為你有1萬個資料點 那你去求解 你就可以求到這個landa 跟這個a 這個a你就可以用來求 在這個facial space上面的 i can better這樣子 對 所以說 我們 某種程度上 我們的確成功了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希望說 在kernal trick就是說 我們可以希望透過這個函數 這個kernal function 去求解facial space上面 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有這個nxn的matrix 我就可以去求解 它的i can better 可以選 然後得到a跟landa 我的確是求出來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那這個東西 我可以用k來表示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這個s 某個資料點 當轉換到 那個facial space上面的時候 它的 投影在i can better的component 是多少 那最後它也可以用k來表示 所以說 這個kernal trick的概念就是說 其實我不要去 我不要把它全部做轉換 然後去用phi 其實因為我也不知道phi是什麼 我只知道k是什麼 所以我希望所有公司 都用k來表示 它概念上就是這樣子 kernal trick 那這個 這個這頁是處理就是說 這個 當初那個 Mapping到這個facial space的時候 它的平均值並不是零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那最後 你也是給它處理 就是按照 硬按照這個定義去做 我先就是 我先定義一個新的facial space 就是把平均值減掉 然後我再去算它的 這個covariance matrix 然後最後 最後你這個 這個 就是新的k 也可以用舊的k來表示 所以說我還是可以用 原來kernal function來表示 所以說 我 所以說我只要把這個k 全部得到之後 我得到k bar 然後我就可以再去解 i can value equation這樣子 好 那說起來 概念上都是這樣子 那 但我覺得大家只要記得一點 就是說 所謂的kernal PCA這種東西 基本上就是處理說 當你的這個 你的那個 你要那個intrinsic 這個low dimension 的intrinsic dimension 並不是線性 看起來不是很線性的話 你就 那個傳統的PCA 它的效果就沒有很好 對 但你可以 我就我的感覺 如果你是做recontraction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的 但是 對 但是 但是可能它m要取得很大 才能 才能做比較好的recontraction 就好像剛才那個示例 其實說 那個曲線 就是你這個曲線 我只要一個維度 就可以代表它的 如果選 如果選對好的kernal的話 其實你用一個維度 就可以代表 這個 這個space 這個 就是這個 low dimension的space 但是如果你用mineal PCA 你要很多維度 你才能 去把它比較近世界資料點的維度 就是它 就是維度選擇 就是這樣 請問一下 好 喂你好 請問一下 你這樣子 降微到 到 非線性低微 的這種方法 跟一般流行的方法 像什麼 它有書上有沒有提到 一些跟流行方法的比較 例如什麼NDS LLE 那些 那些比較傳統 ISOMAP 比較傳統的流行 那個東西好像蠻視線的 那個 這個它沒有講很多 但是它有稍微提到 是不是 好像沒有 就是有 好 還是我沒看到 我印象中是沒有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方法好像跟 kernal PCA 然後是做非線性 好像是跟 跟流行的方法很像 都是在做非線性低微的降微的 對 這個的確做非線性低微降微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要選對kernal 你如果kernal沒有選 你也 你也不太能用 嗯 這是 因為你通常非線性 你要自己的參數還是可以 嗯 對啊 對啊 因為流行也是要選啊 對啊 也是要try的 對 但如果說你要我們 根據所有的降微 都用無腦的 用英明的PCA的話 其實基本上 你維度可能要選的比較高一點 才能有效的重建 這樣子 這是概念 但是如果說你用kernal PCA 你可以用更低的維度去代表這些對待 嗯 嗯 好 理解 謝謝 好 然後 嗯 那 kernal PCA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kernal PCA其實就是非線性嘛 所以說你把kernal PCA 如果你選 你選 你選kernal PCA 你把它選 linear kernel 他其實就是變原來線性的PCA 就是等於沒有做非線性轉換 那 所以它是一個 非線性的延伸沒有錯 但是它的 它最大問題就是在computing cost 因為你看那個 不管k還是 或是上面的k 這個k bar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n層的matrix 不是d層d喔 像我們在做一般的linearPCA 對 所以說大部分來 因為它是n是資料點的個數 並不是 那這d是 資料維度 所以說這個n可能會很大 可能是一個 幾百萬多可能這樣子 所以說通常 在large data set的時候 就n很大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 這個應該是可以用 porsumation的方式去盡視這些 kernal 或是它的item value這樣子 那第二個它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說 像我們在linearPCA 我可以用這個公式啊 來重建 來近視原來的點 但是因為它是非線性的mapping 所以說你重建回來 它不一定會落在原來的manifold什麼的 所以說 reconstruction這個概念 在kernalPCA 不是不太適用 對 就你要透過這種線性組合 recontrast是沒有用的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kernalPCA的範例啊 那這個範例 就是說這個 假設這個kernal方式 是一個高濕的kernal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個每個圖啊 它都對應了一些 一個eign value 一個eign value 那從最大的到最小 那這個圖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看紅色的這個點 它其實這些這些點啊 其實就是很明顯 它不一定不是 它有三個mall嘛 就是它有三個 就是很具體的分到三個區塊 所以你用一般的 高濕 就是一般的線性高濕 PCA 它其實是不太work的 因為 一般的linearPCA 它就是假設它 它就 就類似一個高濕分母 高濕分母就是聚集在某個點 不是三個點嘛 所以那個模型一定不是很適合的 但是你用kernalPCA 然後你去把 針對每個eign value 比較 如果是比較大的eign value 你可以大致上說 你根據這些 藍色的這些count count 你可以大致說 它的確這些 在非線性空間的 這個高維度的這些eign value 它的確是有capture到它一些 就是 像第一個它是把左邊的兩個把它group起來 你可以把它象徵說 同樣藍色的區塊 大概 你可以把它說 這兩個是 就是它會在非線性空間裡面 它大概是 就是那個 這個eign value 可以capture 它大部分的variance 大概可以這樣想看 對 所以這個是不同eign value的 由大到小就可以 就可以capture 就是說這個非線性的 這個資料組合的 或是非高式的資料組合的這些 一些variance這樣子 它會capture會比較好一點 大致上這樣看 好 再下來就想那種非線性 就是讓 linear latent variable model 基本上 我們剛才那個 剛才一開始我們講 不管是linear Gaussian 或者是所謂的fatter analysis 它的這個 latent variable distribution都是一個高式分布 但是 高式分布它就是說 它就是不夠fresible 那我 那我現在再做一個更 更 更 更簡單的假設 我就不 我就說 或是假設就是說 就是說這些 latent variable 彼此之間是獨立的 就好 但是它不一定是高式 那這種都這種就叫做 independent components 因為我還是有一個假設說 它這個component 彼此之間 latent space component 它彼此之間是獨立的 只是它不一定是高式分布 對 那我們剛才講說 剛才講說高式分布 你假設它的latent variable是高式分布 就有一些 一些所謂統計上的不可識別性的問題 所以說你要克服這個問題的話 基本上你就要假設這樣的假設 就是你latent variable不能是高式分布 你就可以break掉這個 統計上的不可識別性 那當你的實際的資料 的確說它如果說你model去 model latent variable 如果你認為你的latent variable 的確是說 它其實是 不一樣的 latent variable有些是代表 什麼都 它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variable 那你用高式分布 其實不太make sense 所以你就把它當作不同了 你可以 你可以假設它是 不同 不是高式分布 而且是 而且是 只是獨立而已這樣子 好 那最後講的一個 非線性模型 就是 其實它雖然在這邊叫 auto 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 其實就是auto encoded 對 其實就是auto encoded 那它這邊講的重點 其實只有兩個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我覺得大家有學過 地本人也知道 就是說 如果是單層的hidden layer 就是auto encoded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說 這邊是input 這邊是output 那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hidden layer 可能是一層到多層的hidden layer 然後這個東西 中間這個例 基本上就是我們 我們想要求的 就是一個low dimension的manifold 那 那我們可以 這個好處是說 它可以用unsupervised的方式 去做任這些參數這樣子 那它這邊講的就是說 如果只有一層的hidden variable 就算你是 你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是sicmoid 不是非線性的 它其實學到的效果 跟linearPCA是一樣的 它結論結果最後是一模一樣的 你只要只有一層的話 就算你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nonlinear 它最後也是等價於0的PCA 所以說你要得到nonlinear的結果 就是說你要得到一些非線性的PCA的效果 你就要說多層 一層以上 所以這邊是剛好中間有三層的hidden layer 然後 這三層的hidden layer 你去做 你當然還要搭配非線性的sicmoid 就是非線性的activation function 你就可以得到nonlinear的PCA的效果 這樣子 這個東西其實在現在的linear deep learning其實蠻耳熟能詳的 但是在因為這個書的作者 那時候應該是2003年吧 還是那時候deep learning其實還沒有起來 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已經有nino network了 那所以說 他這邊就講說 如果說因為它 因為autoencoder概念其實也可以用來做PCA 這個我們在deep learning 其實都有做過這個練習 那這邊有稍微提到一下這個東西 好 那這樣其實大概就講完了 那我這邊稍微conclude一下就好 就是說我們這個PCA啊 就是當初的motivation就是說 這個dataset本身雖然是high dimension 但是它其實intrinsically 它都是low dimension的manifor 所以這條點其實你可以 就好像我們剛才在kernolPCA那個範例一樣 這個點可能是在一條 一圍的曲線上面的一些noise曲線 但它有些noise 但大致上它在一條一滴的曲線 但是你看到可能是一個二圍的分佈 那其實motivation你就可以把它降回成一圍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它的low dimensionmanifor的hypnosis 那我這邊之前也有提到說 就是你用不是傳統的非機率模型 你可以去做PCA 那用了兩個方式就是messimum reference 跟minimum arrow的formulation 那關於有機率的PCA 其實大概就是linear Gaussian model 那你可以用noe的方式去得到PCA的solution 那結果是跟非機率模型是一樣的 那factor analysis是用來就是說 你去你在做model的時候 你那個不同的component 它有不同的variance的概念這樣子 那那我們這些只要是機率模型 我都可以用EM的ovision來去做 去來做這種去算它的參數 那因為它好處就是computation cost 跟online learning還有missing data bationPCA就是用來做 我可以去自動化去選擇我最佳的 就是dimension這樣子 kernelPCA就是處理非線性的流行這樣子 那後面有提到一些非線性的intention 這個大概就剛才就都講過了 對那其實大概就這樣子 好那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問題嗎 我可以問一個不是課程的問題 我想問那個Alan原來是主修什麼的 我主修 這個可以等待會兒線下沒有錄影的時候再討論 這因為涉及到私人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沒有錄影的時候 再來請Alan講這方面 有其他有技術問題嗎 有沒有 好如果沒有問題今天謝謝Alan 他把很複雜的數學公司 用很淺顯的方式講解給我們聽 看得出來花很多心思 在準備這一張 謝謝他 好 好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